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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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 witnessed students and teachers turn against each other. We changed school names to be politically correct. We were taught to denounce our heritage. The Red Guards destroy anything that is not communist. Old statues, books, and anything else.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ritical race theory has its roots in cultural Marxism. It should have no place in our schools. So she has seen both revolutions firsthand, and she's written a new book comparing them with a warning. It's called Mao's America. And we're grateful to have her, Xi Van Fleet, in the studio with us now. Xi, thanks so much for coming on. The Red Guards went to people's homes, took everything they thought was old. Old is bad. Old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be get rid of. Because the goal is to get rid of the past so we can replace it with the pure Maoism. So it was young people aiming their rage at the behest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Mao against not foreigners who threatened China, but against Chinese, against your own people. Yes. And it is difficult, even for me to understand, and it took me a long time to understand, w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about. It is a revolution that Mao launched against the CCP, against his own party, against his own government. Why? Because he thought he was a loose influence. He thought he was no longer had absolute power. So it's really a power struggle. And this time, he did not use the armies. He did not have to. He had tens of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that he had indoctrinated in the government school for the past 17 years. They're ready to go. Just give them a call, say, you are now mobilized to defend Mao and to defend communism. Americans do not know. And why don't you think, why don't they know? I think it's on purpose. That is absolutely, to me, I'm convinced it's on purpose. They do not want to teach communism, and they do not teach the horror or the history of communism, because those are in control. 成功的战友 成功的战友 大家好 今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片头 我们节选了这位 希·万冰特女士 接受Tarkasen的采访 那这个我今天就在想 我是不是应该把这个story跟你们说呢 这个说好呢还是不说好呢 其实呢 就是说我在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其实我很早就看到这个影片 它一出来其实我基本上就看到这个影片 那我一直在想我是应不应该跟你们说呢 应不应该来跟你们说这些事情呢 其实我当时实际上是没有全片看完 而且呢我对这个话题坦白讲说不是特别有兴趣 不是特别有兴趣 然后呢这个后来是这个前两天有跟那个归人有一个通话 然后他跟我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影片 好震撼的 这个这位女士接受了 这位中国女士接受了Tarkasen的这个采访 然后我说我知道了 我说OK 然后我跟很多人的这个想法是一样的 我第一的想法是什么呢 就说这样一个中国人接受Tarkasen的采访 我到底应不应该来我的节目里面宣传呢 然后这个再说呢 是说这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探讨 这是不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呢 然后如果不是七哥问我说你有没有看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很震撼 坦白讲我都没有愿意 没有意愿花时间把它全部看完 但是今天当我看完以后呢 我现在是一个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想法 这个首先我为什么觉得说 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这个探讨 这样的一个话题有没有值得去看的意思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啊 我们的父母都是在这个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当中长大的 而我相信啊或多或少你都会从父辈那边听到关于当时的大饥荒的抱怨 当时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抱怨 当时的对上山下乡的抱怨 告诉你说这日子真的是很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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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觉得说你告诉我很苦 虽然我也知道你很苦啊 但是你这个事情你不能告诉我苦 然后这个你应该是怪共产党啊是不是 你应该怪共产党这个并不是我造成的 而且你们的这些苦坦白讲说 对我的人生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但凡对我们的人生没有什么特别借鉴意义的事情 坦白讲说我们现在事情很多很多 要阅读的东西要看的东西很多 现在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间 世界为什么我要花时间去了解这个文化大革命呢 这是我第一个对于这个影片在没看之前的我的想法 然后呢第二个想法是 我们被太多的这些伪类包围了 就我们太觉得说这些人他们讲的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来跟我们讲这个文化大革命 然后我们去宣传这些人讲的这些内容 是不是最后又会 大家记得说有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人 其实也上过Telkarson的这个节目 是不是 然后我们来宣传这些人会不会最后是 对我们自己的这个reputation会有伤害呢 是我考虑的一个问题 当然是这个七哥的一个问句啊 这个你有没有看过那个真的是非常精彩 所以让我花时间去看了这个影片的这个全片 那这个当然我为什么不愿意跟大家分享呢 我又怕有人说 哎呀他在里面指挥你们对不对 当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指挥到底是什么意义的指挥 反正总而言之说我觉得说我们都是自由的人 我们应该有分享自己这个这个思想的权利 所以我也想把我整个观看这个影片的前因后果 我的考虑的一个过程告诉大家 但是看完这个影片我觉得我对这件事情是有了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想法 首先我想问今天所有的在这个评论区在观看的这些观众 或者说战友 你们真的了解文化大革命吗 你们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吗 你们真的了解共产党吗 其实这个问题当我看完以后我才发现说我真的挺无知的 我真的是觉得说是对这位女士是非常的敬佩 因为我觉得听完她的讲话 其实坦白讲说不需要任何人的背书 我都觉得我应该把她的观念和想法跟大家来分享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学的观点 就是说她在这个社会问题上拿出了她看这个问题的角度 和她这个问题看这个问题最后发现的这些 发现最后对我们的实际生活有什么指导意义 我们就要问了说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实际生活有什么主意 我们这个现在的这样子的这个文化大革命 对我们有什么实际生活有什么指导意义 当然 Excuse me Charlotte I'm meet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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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很苦苦呀 Sorry Sorry 这个我们家里这个有点一个小东西 我一干活他就开始敲我的门 那这个我刚刚讲到爱啊 刚刚讲到我们说这个你们到底有多少人是知道马克思主义的 然后我我其实这个问了很多的人啊 那个当然也不是很多了 其实今天我有第一问我自己你真的知道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吗 他们讲我还真的如果仔细的一想我还真的不知道 我小时候对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教育 第一首先是来自于中共国给我们提供的课本对不对 这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非常伟大 然后呢他们为了解救全球的这个劳动人民对不对 然后这个创造出了一套共产主义的这个制度 然后是相当优秀相当的好 但是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呢 坦白讲说这个造就的这个共产主义的制度呢是一套乌托邦的制度 结果呢把老百姓呢这个好一点呢就是中共国 这个差一点呢就是北朝鲜 所以呢我们就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害人的制度 但是这一套制度到底是怎么害人呢 坦白讲说我也一下子有点嗯默愣愣的默愣愣的 那我就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这个我的妈妈 因为他是经过过文化大革命的人 是不是他从那个文化大革命这个时代里面 他是经过他今天早上跟我盘了一盘啊 他说首先他们先是经过了这个大饥荒 他说之前还有一些这个叫大家都去讲真话 讲真话大名大放什么讲真话的这个时代 然后就让知识分子可以尽情的发表自己的言论 然后结果发表好言论 大家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被被利用了 那接下来呢是经过了这个大饥荒 大饥荒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以后是出这个叫什么这个上山下山的这种运动 反正就是一塌糊涂 那么他所有的讲述呢就是其实就真的是针对说 当时的生活有多苦难 他就告诉我说当时真的就是没有书读 只有一本毛泽东选记 我相信这里如果有一些年纪的人应该都是知道的 只有一本毛泽东选记 然后几乎你没有什么可以读的书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在那个年代 我就问他说我们家有人加入红卫兵吗 是不是我就很好奇 我说我们家人有加入红卫兵 怎么可能你们全家都是走资派 你怎么可能被加入红卫兵开玩笑 他说这个你也没有什么这个你这一辈子就是在那个时代 你已经被贴上了一个这个反革命分子的这个标签 右派的这个标签 那么甚至他告诉我 就是说以前我们家一个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故事 就是我爸爸年纪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要好的一个朋友 那么家里呢就年少时的一个朋友 家里有一个毛泽东的像 结果呢这个像就不小心被摔在地上 你把像嘛 然后头摔掉了 然后他就开始害怕 然后就整夜整夜的睡不着 就这种恐惧 恐惧到最后被送进精神病医院 然后最后精神病医院稍微好一点 这个放出来以后 他有一天在他爸爸睡午觉的时候 拿你把斧头把他爸爸的头给砍下来了 然后又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 当时我是觉得是不能理解的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摔碎了一尊像为什么会这么可怕呢 后来这个今天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小铁 我说你知不知道说这个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啊 什么是这个时候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说他告诉我一个故事 他说他有一个朋友 他说那个朋友的这个这个家里是 他的一个一个一个亲戚是画画的 那么当时呢什么都不能画 只能画毛泽东像 那么有一天这个红卫兵跑到家里来说画画 看他说你这个画画 你这个画到底是在画什么东西 他说我在画毛泽东像 但是那是一个阴天 所以那个画的颜色 没有他们认为的应该的那么鲜亮 所以就把这个人直接打得一只眼打瞎了 所以说这些荒谬的事情 就在这个社会上这么普遍的发展 那大家都想我跟这个小铁 那是差了十几岁的这个年龄 但是我们听到的 而且我们的家乡也都是在这个中国分开的 这个老远老远的地方 但是我们听到的幾乎是类似的 这些不可理喻的荒谬的这个故事 但这些故事到底给我们的生活 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们现在好像这样荒谬的事情 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嘛 好像目前还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 当然最近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到底我们来了解这个马克思主义 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这个一开始我的观点 我就感觉说嗯 其实也没什么意义 就是说我们就知道说不能变成马克思主义就可以了 但是当听完这位女士她的这个直播 她这个采访以后我就觉得说 她讲到了一条非常重要的一点 她说你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奴隶制 是不是我们的学校里面都会教我们什么是奴隶制 对不对 其实还有其实类似的比如说封建制度 所以我跟小铁我们在讨论我们两个人在说的时候 我说小铁你知道奴隶制吗 他说当然知道 我说有人说这个要这个让你去做奴隶 你会去做吗 你肯定不会 有人要让你去买奴隶 你会去吗 你也不会 是不是 所以因为你是知道这个制度是怎么运行的 所以这个制度是很邪恶的 所以你绝对不会让这个制度发生 那么包括你也知道说这个封建制 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说皇帝非常不好 我们就可以让皇帝存在 包括现在其实我们看习死皇 我们可能是拿了一种封建制度的想法和眼光 在看习死皇 我们觉得说习死皇可能要做下一代的皇帝 他要重建封建制度 但事实上他要重建的可能比封建制度更加疯狂 更加邪恶更加可怕的制度 这个制度就叫做马克思主义共产制度 这是非常可怕的 那这个制度到底可怕在哪里呢 那么我们刚刚就讲到了 这个就是说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说 这个在那个年代 自己因为摔倒了一尊画像被吓死的这种情况 和这个因为画画的这个颜色不够鲜艳 然后被打下眼的这种情况 那么就 是什么 是一种 这个就让大家 这个就为什么会让人 会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精神状态的这个存在呢 这个制度为什么会把这些人 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这个制度为什么会把这些人 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就是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个什么制度 就是说这个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个什么制度 它和奴隶制有什么区别 然后那么它和这个封建制度又是又有什么区别 然后它这个这个又是怎么让这个一群 这个一群人在众目睽睽之下 可以把一个画毛泽东画的不那么鲜亮的人打下眼 为什么会让一个仅仅是摔了毛泽东像的人 会害怕的发神经病住进精神病院 这是为什么 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位女士她的这个经历来看一下 她是她说她的人生经历 首先她的人生经历经历了大半个就是 应该不是说大半个青年吧 应该她是十几岁来到美国的 也就是说她说她在她的成长当中呢 她是生长在这个红旗下的 生长在红旗下的 经过了这一系列的这个革命 那么经过了这个一系列的革命以后呢 但是她非常的幸运 她非常幸运是最后成了工农民大学生 有机会去到这个大学里面去学习 最后呢她变成了一位老师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 美国有这个到中共国去做志愿者 在假期里面去中共国做志愿者的这些美国教师 那么她在她的学校里面遇见了一位美国女性 那么那位美国女性呢 就是给她提供了她这个人生当中 对她来说是转折点的帮助 就是资助她去美国去上学 那这位女士呢 这个在她的就是采访当中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呢 已经这么大一把年纪的人都会一下子这个眼眶绷不住 那我们为什么会绷不住呢 我猜人生当中绷不住的不过就是觉得说 这可能对我来说是太重要或者说太恐惧的一件事情了 就是说或者说是太珍惜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也许她会觉得是如果当时没有这位女士的话 她真的不知道今天的自己还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么她也太珍惜说她有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最后到美国来求学深造 最后能够在美国成为一位老师 这个是对她来说她觉得是人生的巨大的改变 她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这个感恩之心 那这个其实经过这一段时间呢 她说在那一段时间里面 她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思考 她几乎没有质疑过 她也几乎没有质疑过共产党的统治 也几乎没有质疑过这个毛泽东的思想 也没有质疑过毛泽东是中国人的绝对的伟大的领袖 和毛泽东拯救了整个中国和中国人 她对此没有质疑过 虽然她觉得她的生活很不幸 很痛苦 很害怕 有时候很恐惧 但是她也没有质疑过 她是这样解释的 她说我们那个时候几乎没有什么疏读 她说她的学校可能原来说停课两周最后被停课三年 实际上她们没有什么疏读 没有什么可以学习的内容 她说她有限的知识有限的内容 她说如果一个人要有critical thinking 也就是说是思辨能力 你必须要有所见识有所了解 你才能有这个所谓的思辨能力 就跟我们今天要请客吃饭买 我要做一桌子菜 我到菜场里面我必须买到很多的原材料 至少说我有很多的选择 是不是 当我有二十几种蔬菜可以选择的时候 我才能知道说我是喜欢西兰花呢 我还是喜欢花椰菜 是不是 但是当你走到这个菜市场里面吃的时候 只有萝卜和黄瓜 那你说你还能有什么选择 你还能把这个萝卜和黄瓜 能够搞出个什么新花样出来 是不是 当你没有什么选择的时候 当你看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是不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 而且当他们告诉你这个社会是怎么样的时候 你是欣然接受的 你totally agree 你就觉得说 他们说的也许就是对的 这社会就是这样的 然后当他有这个非常让他一生都觉得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来到美国去休学以后 后来在美国这个安家 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年纪 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是不愿意向别人去透露他的心路历程的 因为他觉得那是一段太痛苦的经历 就我们有甚至大家应该如果说最极端的例子 就像是那些上过战场的人 他是不愿意去回忆那一段时间的 就像这是叫做这个应激性这个综合症 他会那一段时间当他太痛苦的时候 他是不愿意去回忆的 他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伤疤接在人前 让别人看 就这么惨 我曾经这么这么苦 对不对 然后是受到了这样的 而且是让人觉得 不可思议的对待 就在美国这个文明的社会里面 是让他觉得这个不可思议的 就是在美国 我觉得在一个文明社会的眼睛里面 这简直不可思议 太夸张了 就是说让你们 就如果我把这个事件告诉我的同事 大家都会认为说 你是生活在这个原始社会吗 你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如此的低级 但是问题是 我们都是这样的社会出来的人 但是我们都很拒绝去告诉别人说 我们是从这样的社会出来的 很丢脸的 所以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是不愿意说的 他说他直至到看到这个George Floyd 就是那个被打死的黑人之后 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动乱以后 一系列的这些种族之间的互相挑战的这种 而且很荒谬的这些互相挑战的时候 他觉得说 哇 他人生犯了一个太大的错误 就是他作为一个教师 他居然没有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告诉他的学生 告诉他的朋友 告诉他的家人 以至于大家对这个事件太陌生 而实在是就是有一个这个巨大的知识上的一个缺口 而认知上会走向一个巨大的陷阱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认知陷阱呢 我们其实看一看这个这本书的 读者对这本书的这个评论 其实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美国人看完这本书 是对这本书是怎么样一个评论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小铁能不能把这个 这本Mouse America的阅读评论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我们小铁现在也已经走入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这个路线 大家现在也挺怕 有些东西是不是合适拿得上台面啊 是 其实当然我们现在和这个自己的一个情况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因为我们毕竟是在做媒体 那么在 而且还是在一个灭共的一个关键的时期 然后是要再做斗争啊 要再做斗争 有时候必须有一些妥协 大家看到这个 你看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 让我知道美国发生了什么 这个美国人觉得真的是 他说了解美国现在发生的重要信息 我们正在转向共产主义 作者在他成长的中国经历了这一切 详细说明了现在如何处在相同的事件 我们的学校一直在进行灌输 就像在中国一样 60年代的老活动分子 已经在我们的政府中根深蒂固控制了大学 你会惊讶的听到一些你认识的名字 他们与共产主义有着真正的旧关系 一个人的父亲是谁 我的天啊 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阻止他们 所以他们看到了这个美国 这个社会的现在在朝共产主义去走的这个方向 好 这一条非常好 对 我前面也是看到了这一条 他说我长期来一直相信 并认为共产主义是对美国生存的真正威胁 不是炒作也不是极端主义 而是真实的 其实不是这一条最好 是有一条 他说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 但是在阅读了这位女士的这个书以后 他才了解了这个共产主义 当然其实在这个采访里面呢 我想给大家看到的是 美国人在看到这本书以后的这个反响啊 就是说美国人在看到这个这本书以后的 给出了很多 大家可以去到亚马逊上去搜搜 还有这些美国人的这个对于读书后的这个观后感 读后感 其实我还看 特意看了他的一心评价 一心评价里面有一个人评错了 一心评价里面有一个人评错了 说这个他是很好的一本书值得推荐 但是心安错了我觉得 还有一个是说它是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威胁论 这个叫什么虚幻的这个威胁论的这种说法 就是说你如果觉得想听一些这个虚幻的威胁论的这个说法 你可以去看 哦 阴谋论 阴谋论 Conspiracy 然后这个阴谋论 如果你想听阴谋论的话你可以去看它 其实我觉得这些说到谈到阴谋论的这些人 我就觉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当然至少美国你无论你说它是不是阴谋论 你至少大家可以公开的去看公开的去讨论 至少现在关于共产主义这个话题还是OK被讨论的 但其实当美国已经有很多话题已经不被OK可以讨论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 在采访的快要结尾的时候 其实他Carson就有问这位女士 他说你认为说这个共产主义会到美国吗 会在美国发生吗 其实我觉得这位女士的回答真的是还是很犀利很犀利的 我很喜欢美国的老师 有时候这样直接 然后我觉得是有一种在这个校园里面才有的这种直接 他说我原来觉得说美国不可能 他说因为当他来到美国的时候 这也正是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愿意和自己的朋友去分享这些经历的这个原因 他认为说美国不可能发生 因为美国有宪法有三权分立 美国有这个美国的这个精神去保护 但他说现在他觉得说可能还真的不是 他说美国的宪法 他说是为那些有信仰的人建造的 而现在这个人变了 他说人变了 他说当这个人变了以后呢 那这个系统就会被利用 那这个也就是说他认为说美国其实是会受到这个这一系列的这个影响 会有马克思这个共产主义控制社会的这种趋势 或者说甚至是可能性 如果我们现在不及时阻止他 那么我们最后就要回到回来回答我们这个问题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他说他就在想 他说当他这个有机会去思考的时候 也有能力去思考的时候 他就在考虑说 为什么毛泽东会去针对自己的国民 针对自己的国家 针对自己的党派 毛泽东发起的文化革命 他其实伤害的并不是说是他的对立派什么 远在这个台湾的蒋介石或者谁谁谁是不是 他伤害的是自己的党派自己的国家自己的人民 就跟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习近平现在为什么会发起这个隔离清零的事件 是不是 然后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习近平为什么会这个自己把自己的房地产就这样自攻掉 然后自己把自己的出口这样自攻掉 为什么自己把自己的百姓给这样屠杀掉让他们都去打疫苗 对不对 你说他恨这个新疆人 他让新疆人平均每人打4.5针 OK 你是恨新疆人 但你为什么让全中国人 几乎家家户户老老少少 甚至小孩 你都要鼓励大家去打疫苗 为什么 就跟毛泽东当时发动文化大革命要为什么 他说他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就是为了权力 他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就是因为他的权力已经失控了 他已经失去了他所谓的绝对的权力 所以他把这样一群这个学生 甚至是精英学生的脑子洗了一遍 然后让这群学生去攻击他的政敌 然后让这个社会分裂 分裂成不同的派系 不是派系了 种类 他其实把人就分裂成不同的种类 然后他说在中国不存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种族 对吧 我们在中国大家都是华人 你没有什么什么黑人啊白人 不存在种族歧视 那他就故意的把你切成了左派和右派 走资派 然后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派 然后让这个所谓的这个相对弱势的那个群体 去为他发动革命 为他所用许给他们一个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说他告诉那些 就他举了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当时这个毛泽东就告诉这些农民说 我们要翻身做主人 是不是 这个大家很熟悉 农民要翻身做主人 打倒地主 打倒资本家 农民要翻身做主人 但最后的结果是 中国的农民在1949年之前没有户口 大家还可以流动 但在1949年以后 你因为那个户口被扎扎实实的绑在了那块土地上 变成了中正意义上的实际意义上的农奴 那么现在呢 他说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不是很一样吗 就是说你把人在美国这个社会 大家也知道美国这个社会已经被切成什么样的 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快乐 什么白人啊黑人啊是不是 黄种人啊亚裔啊 然后这个有护照的没护照的 有身份的没身份的 偷渡客 那个原来的本国的国民被切成了 各种各样互相对立的阶层 然后他给这个所谓的弱势的群体 授予权力 授予荣誉 授予所谓的不切实际的希望 然后发动这些人为他所用 为他的政治目的所用 最后这些人将被拍死在沙滩上 永远不可能让你实现这个目的 因为他说这就是所谓的这些真正的精英阶层 他们想要获得权力来针对社会的一系列的阴谋 这就叫马克思主义 这就叫共产主义 他说为什么学校不去教这个共产主义呢 他说为什么学校教什么这个奴隶制 为什么不跟你们讲讲共产主义呢 是不是我们永远觉得共产主义是一个 以前觉得是一个如是如画的乌托邦 之后我们就觉得是一个谜团一样的 这个谜一样的存在的一个宗教 对不对 一个邪教 那你永远不知道他的机制是怎么样运行的 如果我们设想一下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小学 我们的中学 我们的这个一生的教育里面 像我们去强调这个奴隶制有多邪恶一样 去告诉每一个成长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人 共产主义就是要把我们这个社会分裂 让人们产生这个这种这种自我怀疑自我批评 然后这个给你的道德加上一层这个不切实际的一个一个所谓的枷锁 然后让你产生不切实际的对另一个族群的仇恨 给你赋予不符合这个社会规则的权力和能力的时候 最后的结果是破坏社会 让这些所谓的精英获得最终的斗争的生命 如果当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到这是一个机制 他们就是这么玩的 这个游戏规则是这样的 那么他们就无法再让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 是不是就像现在没有一个人说我愿意去做奴隶一样 哪怕是中国现在最最底层的这个工人 他都不会说我要愿意接受我去做奴隶 我都会抱怨一下我的工作累得像奴隶一样 因为你知道奴隶是不对的 但是没有人教育你说共产主义就是说是比奴隶之更邪恶的东西 他让人最后活得连奴隶都不如 就像我们这个当时实际上经历的这些文化大革命也好 这个所谓的大饥荒也好 还有后面的这个初代若库也好 这上山下乡也好 这都是这个比奴隶制的社会都不如的一个社会 如果大家知道说 这个Tai Cousin就问了 哇 这样一个大屠杀了中国几亿人口的这样一个共产党 居然现在还在统治中国 然后这位女士说是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有现实意义的 虽然我认为说我们爆料革命走到了这个第七年 然后去年的3月15号以后 这个郭先生也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深陷淋雨 但是我觉得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这个 就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菜市场里面有这么多的菜 郭先生已经把一扇新的大门给我们打开了 我们爆料革命坦白讲是一场社会实践 一场社会的研究和一场社会的实践 我们更应该是更多的关心这个社会到底应该走向何方 我们中国人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这个女士的采访是非常值得去 大家从头到底去看一下 这对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觉得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但是很可惜 很可惜啊 就是说首先是说我觉得我今天一直在想 我到现在不知道这位女士她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我也没有查到一个确切的名字 我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叫什么 而且也很可惜 更可惜的是说 这本书是没有中文版的 我也觉得她应该相信说这个书即便印了中文版 可能也不可能在中国发行 但是这个真正受共产党荼毒最深重的民族 却没有机会去阅读一下 这个对你的父辈这个造成巨大伤害的这个共产党 涂漏了几亿中国人的共产党 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运行机制 当你不知道历史的时候 不知道它的游戏规则的时候 可能你的世世代代将继续在它的玩弄之中 因为中国人我们的菜市场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糟糕的一个情况 那今天讲到这里啊 就是说我是觉得说 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共产主义对西方社会的这个影响 而且呢在西方社会 中国人华裔站出来了 开始对这个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这个揭露 或者说是批判 或者说是探讨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让更多的这个西方人看到了这个共产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西方现在除了对这个就是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 所以中国共产党对于我们这个西方社会的文明社会的 自由民主社会的侵蚀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做了各种各样的探讨以外呢 他们其实现在也很多的这个文章在这个论述和这个探讨 这个共产党对于海外华人到底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今天我还想跟大家分享一篇这个来自于这个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呢我刚刚也在我的这个盖特里面 把它我们这个占有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然后呢也放到了这个网站上面可以供大家阅读 那么这一篇文章呢其实并不是说一篇什么特别新鲜的文章 就是关于海外华人怎么样被这个中国共产党压制的一篇文章 那么最早可能最早要追溯到的就是之前的斯坦佛的一个关于猎狐行动的一个报道 那么之后呢也很多的相关的这些文章在讲到这个海外华人是怎么样被中国共产党去监控 去洗脑 去利用 去策反 然后去影响的 那这个这一篇文章呢这一类型的文章呢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呢 特别的就是热门更多的人开始去探讨这些话题 然后也在这个话题上去做研究和做写作 那我为什么选择这一篇文章呢 第一它是从几个角度来就是介绍了 现在比较简介的介绍了现在一个这样的情况 首先是说海外华人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感觉到 我们现在的言论是受到压制的 就像我这样的现在可以敢于这个 张着嘴巴在这里说的这个中国人其实并不多 你说我真的不害怕吗 我也害怕 我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个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身上 我只是说不去想这些事情 而且我既然觉得说走上了这一条路 我已经没有任何这个可以回头的这个余地了 所以我只是不去想而已 你认为我说我真的不害怕吗 其实我也是害怕的 欢迎来到上海海农场 OK 在我的get里面这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么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呢 他会威胁你 就是说你在国内你有家人 对吧 你会担心你的国内的家人会被威胁 然后呢就这边的华人呢很多都是和国内去联系呢 都会用微信 微信是几乎被完全监控的 你也知道说你在微信里面说了一些共产党不喜欢听的话 你马上这个微信号就会被封掉 然后你就会知道说原来我的微信的这个内容是不安全的 是不是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言论上的一种威胁 那么其次呢大家都知道说 这个共产党它是在海外 之前呢它穷的时候呢它把你们当做人矿 是不是想你们把钱搬回国家去去支持国家建设 是不是 那么后来呢它你们支持完以后 它越来越有钱以后呢 它就现在呢就是把你们当做在海外去伸展它的政治影响力的一个媒介 那么这个它就开始在海外设立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学校里面的这些机构啊 是不是一方面是影响精神上给你洗脑 是不是影响你 当然它除了影响影响华人以外也影响这个呃这些美国人 西方的白人什么黑人什么什么人它都影响 那么另外呢它在全世界设下了各种各样的秘密警察 在我们大到王健大到王健 是不是直接被丢下楼 然后小到我们身边的战友有被这个中国的警察去敲他的门 在美国的亚利这个乔治亚州的这个亚特兰大去中国警察去敲他家的门 是不是就小到这样子的战友 然后那个再小到的是说这边的讲讲话的这个战友的家人在国内被喝茶的这种情况 所以呃这种事情就导致说你你对这个就就就这个国家你是有恐惧的 这种恐惧实实在在的这个存在在这边 那么呃这个就说呃我们很多的中国人都会说 哎呀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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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中国人不要去管这么多政治嘛 是不是我们中国人一向是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们去管那么多政治干什么呢 这个政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这种小人物我也这个呃管不了这些事情 这个事情我也没有能力我想管我也管不到 这个是我们一直这个对自己做心理健身和心理安慰的一个呃 一个方式或者一种说法 但这篇文章讲到了更重要的一点 我相信这一点可能会触及到更多的人 呃这也是我一直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想法 就是说会觉得说海外华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处境 但我们一直没有找到事情的根源 但是在这篇文章里面帮我们找到了根源 什么事情呢 那是说我们呃在尤其我在硅谷啊是感觉非常呃明显的 就我们原来在这些地方上班 我们在呃这些公司里面上班 或者朋友平时一起聊天 都会说到说哎呀这个我们公司啊中国人不团结了 你看人家印度人你看都升到了高位 我们中国人这个英文不好不善表达 然后不团结 所以呢你看我们总是在这个马工的位子上混 就是总是最基层的那些呃这个技术人员 永远做不到管理职位很少 我当然不能说百分之一百 但是很少很少一部分的中国人才有机会做到管理的职位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一直是怀疑 可能就是说是我们的这个呃我们的族群啊是不是有这个呃这个天生的这种缺陷 我们这个性格上对不对 种族的性质上有这种天生的缺陷 就不如人家印度人奔放这个或者能能说会道 但我与印度人有直接的接触 我甚至以前在这里面说我有很多的印度同学 我并不觉得他们在这个我们我们学要这个中国人和印度人 基本上差不多差不多的数量 但是我不觉得说那一堆印度人会比我们这一堆中国人要更能讲 我觉得他们的英文 因为他们很多在国内都是讲的 这些海地鱼 其实英文也就这样 然后英文要到演讲的水平 要到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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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presentation 就这样什么 就你要站出来公众之前讲话的这种水平 你这样英文很好的 其实他们的水平也没那么高 但我就一直对这个事件我就表示说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那没觉得他们特别能干嘛 是不是也没觉得他们特别爱社交 有一些印度人也是很很很害羞的 也不是说是很善于社交的这样子 那中国人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很多这个中国人 这个二代过去还特别大方很容易交到朋友 那为什么我们在职场当中永远会被人家打压呢 在这篇文章里我找到了答案 因为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给你们每一个中国人 不要说你是二代的移民 你是你是第一代的移民 你哪怕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中国人 在他长期的对于西方的寝食之下 包括对于这个大学的这些寝食之下 你们被打上了不安全的标签 他们会有一种非常主观的印象 就是当中国人面对中国政府的时候 当你作为一个高管 你在企业里面知道一些非常机密的 这些很重要的企业信息的时候 当你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时候 你是扛不住的 而且中国共产党一定会target你们 一定会把你们当作目标 来找寻他们想要的技术资料和信息 这样的人可以做上高管吗 但凡重要的职务会让中国人去做吗 如果你是一个重要的企业的这个领导人 你会去吗 他说这个叫什么美国的大企业 硅谷的大公司会从印度直接招聘工程师 但是绝对会从印度直接招聘高管 但绝对不会从中国大陆直接招聘高管 我们中国人在这里的华人大家都要卷啊 这个呃 其实可以看到说 中国人比很多的族群都要努力 这是这个中国人的文化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们很努力 就是说家家庭观念比较强 对于这个孩子的付出 几乎是说我有的我都愿意去给出去 那你这样卷 你卷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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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以后 如果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个美国社会 对西方社会的这种影响力和渗透 给你中国人贴上的这个标签越来越深重的时候 你就想一想你的孩子会被圈在一个特定的人群里面 就像如果大家有印象说以前那种奴隶制的社会 你的这个两个族群之间是不能通婚的 是不是 你的孩子甚至在未来的某一天就会被圈禁在某一个族群里面 然后不被这个外界所接受的 你再怎么觉得你也永远出不了你这个圈 这是何其悲哀的一些事情 你并不比别人努力少 你并不比别人笨 为什么你不能走出这个圈 为什么你身上永远贴着这张恶心的标签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共产党 就是邪恶到这种程度 就你跑离了这个国家 你也没有办法不受到它的影响 所以我是今天是从大的 首先它对西方的整个文明社会的一种寝食和挑战 到对这个已经活在文明社会里面的这个中国人的寝食和挑战 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中国共产党 坦白讲说已经无处不在了 所以我就觉得相反过来看 这个C.Van Fleet女士 真的应该把她的 我建议她应该把她的书变成一本中文的书 希望说更多的中国人能够看到 是我们是已经在美国了 我们可能已经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这个危险的社会 那么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蒙一关 然后我们就可以跟这个中共国就彻底脱钩呢 彻底的脱开呢 坦白讲是不可能的 其实之前我的节目里面 上一期跟大牛的节目里面 我已经跟大家分享过了 说你跟中国要彻底脱钩和彻底切开是不可能的 而且共产主义它作为一个思想 并不仅仅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一个党派身上 而中国共产党如果作为一个社会的独流 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独流 作为一个独流的一个 这个可以源源不断的提供能量 提供资源 提供金钱 让它培养这些毒素的这个巨大的培养品的话 它始终存在的话 这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都将是受到威胁的 坦白讲离开了中国大陆 你都不安全 可想而知 在这个中国大陆里面的人 现在的生存状态 其实我真的是会想到说 很多人都是 其实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以后 后来那个改革开放以后 日子过了好一点 已经老早忘记了这一段日子 尤其是当整个社会 整个教育体系 根本不告诉你说 你经历的是什么 究竟是什么 别人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 当你不知道所有的这些 这个原委的时候 你会选择去忘记 和选择去认为合理化 这样一段历史 但事实是说 现在的中共国 将同样的共产主义的 极权化的这个新一轮的袭击 又将来临 你看现在很多中共国 他们现在几乎已经开始 把你获得信息的渠道 能获得信息的渠道 结果全部都切断了 你现在甚至是说 要求小孩都不需要学英文了 当你走进菜场里的时候 你只有黄瓜和青菜的时候 你真的很难 我觉得也很难说 为什么中国的这些老百姓 他没有这个 可以有更多的思考的能力 去问我的人生为什么 我的政府为什么的这个能力 因为这个政府剥夺了他们的这个能力 所以但凡今天能够听到我们直播的 能够去有机会阅读到这本书的人 能够去获得更多的外面的资讯的这些人 我希望大家同气联知的这种想法 能够把更多的这些新鲜的事情 这更多的世界上发生的事情 无论是哪个角度的事情 都能够带回到这个国家里面去 让这个已经被关的 密不透风的国家里面 能够透进一次新鲜的空气 希望更多的人能够觉醒 当然我是觉得说 爆料革命这七年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棒 如果没有这七年 我都不知道说我的节目还会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个观众 所以就是说也不知道说这个现在的中共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就是可能更糟 可能更愚昧 那现在既然我们受益于这样的开治和觉醒 我们既然在这个现在已经慢慢被压缩的这个空间里面 还有这样一点空间 为了我们能够共同打开我们生活的空间 需要我们更多的共同的努力去让这个更多的人能够打开思想 去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 我们要让这个共产主义彻底的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所以这个是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内容 那接下去呢我们也会把这个 这位女士的这个采访呢翻译成中文 会完成翻译以后呢会挂到这个网上 然后也希望说能够挂到盖特上吧 希望说更多的战友能够去阅读 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传阅 让更多的人能够 我也不能说这位女士的观点是百分之一百正确 但是我觉得是相当的前卫和相当的有批判性的 所以让我们这个一起好好来学习 然后早日消灭共产党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四海 ל 거예요 拜拜 拜拜 prosegu什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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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草和美丽的大自然 少女青春的浪漫的全力 兄弟姐妹们 Take Down的CCP 是让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未来 会拥有比我们还美好的 少年青春期 让我们一起 为了这一切 去奋斗 去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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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微风轻在细雨里 漫步轻轻草地 小草叶在心心里 诉说无尽秘密 让我们共寻你 诉说无尽秘密 让我们共寻你 诉说无尽秘密 我希望新中国联邦未来 以最快的名字 在世界之道 而不是Milson 而是新中国联邦NFSC 我希望大家记住 新中国联邦 我不希望大家记住 郭文贵的生命是短暂的 但是新中国联邦 它必须是永恒的 只有新中国联邦永恒了 我们才是成功的 那是新中国联邦的 有疗人的 这就是新中国联邦 我们才能提供的 美国联邦 更幸福的 是新年 臨死 感谢观看